台北市立动物园大猫熊团团原本病况趋于稳定 进食量也稍微有提升 只是没想到在昨天傍晚开始陆续发生了四次癫痫的状况 从下午的4点41分左右第一次发作 后来又陆陆续续发生了三次的癫痫 而医疗团队随即也注射抗癫痫药物 让团团侧躺休息 还好在昨天晚间7点33分之后 就没有再发生这样的状况了 而今天早上团团自然苏醒之后 开始尝试要起身活动 但是后支还是使不上力 原方受益师则表示癫痫是不定时炸弹 即使有头药还是无法完全控制